在活动中心驾往练打击 用比赛累积实战经验 仍能连连夺下冠军 来看到新竹县关西国中的棒球队 最近就在利德杯 中信杯及桃园杯 勇夺二金一银 战机是相当辉煌 而县长杨文科就来加冕肯定 也关心球队的练球环境 丢球传接 踢腿磨练脚力 就是这样扎实的训练 让关西国中棒球队再度斩露头角 最近在利德杯 中信杯 及桃园杯全国赛中 勇夺二金一银的夹击 关西国中在谢凤江校长领导之下 表现非常的优异 得到了两座冠军 跟全国性的比赛得到亚军 同学都是非常棒的 那我想我们都有往上疏松 能够被高中端去看上 也是小孩子他们自己的条件 跟他们的实力 战绩辉煌 县长杨文科特地来加冕肯定 冠军球员们迈入国三 获团体个人奖 让棒球生涯步步高升 但棒球队没有比赛规格的球场 只能在活动中心架设网子 练习打击 加上漏水严重 也影响到雨天训练 县府视察球队环境 包括前年整建的心灵域间 宿舍也换到教学大楼 但老建筑没有厕所 得步行一两百公尺下阶梯 训练和生活上都带来不便 因为棒球队的学生人数很多 我们有五十几位同学 然后现在挤在两间的教室里面 每一间要装二十六七位同学 的确是非常的拥挤 这个居住的环境 确实是要来改善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请我们教育处杨处长 跟这个协校长梁恩商良 提出一个建宿舍的 一个校地的一个计划出来 那第二个训练的场地 那我们也看中了一块土地 那至于土地可不可以使用 我们会专案来检讨 我想这个场地有三四公顷宽 它距离我们关西交流道 有三公里多 至于高龄交流道 也三四公里这么远 我想这个距离都是一个适合 以后交移练习比赛的 一个非常好非常棒的一个场地 关西没有赛籍帮球场 只能透过出外比赛累积实战经验 一行人也到光明路上空地线刊 沿拟新建棒球场 但需厘清地幕使用和水土保持状况 要从软硬体来协助冠军球队 有个完善的练球环境